VBA 那VBA实际上我希望怎么样 就之前讲过的 这边H栏 再多一个栏位 那我希望输出 它可以帮我把什么 这些东西呢 再把它输出 不过 因为我刚刚有提过 在那个VBA里面 没有 我有找过 没有一个函数 可以取代Dedif 所以未来如果说我要计算 这个年龄 或者计算一些时间的话 那我干脆在VBA直接丢公式就好 也可以得到结果 有没有 只是说我要怎么样可以 把这个结果给丢过来 它就自动帮我做一样的事情 那其实这边 当然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我大概快速的大概讲了 其实有没有特别注意 我如果要把刚刚做的公式 直接再丢一个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第一个的话当然 前面我写过 第一个在VBA里面 做什么呢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OK 第二件事情的话 在插入程序 或者你直接打什么 打那个 打一个sub 这个public不打没关系 sub年龄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 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按钮叫年龄 你就直接打 sub年龄 再来Enter就可以了 或者你移开 后面的东西它会自动产生 这个效果跟插入程序是一样的 所以你用上面用这边都OK 不过我后来发现 其实好像这样比较快 接下来做什么 跑个回圈 有没有 我要丢什么 把这几个储存格丢什么呢 所以范围就跟他讲说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跟他讲说从第15列到第19列 所以15空一格到19 Enter两下打一个next 做什么呢 就帮我把这个公式丢到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公式 一样前面先打个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的哪一栏呢 h栏 等于什么 等于先打两个双号 那一般是这样 你可以先把这个复制过来 这边改成年龄清楚 因为实际上 那等于是有点像先做清除 所以以后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建议是先把清除先做出来 有没有 然后呢 后面的话 这个双引号里面放什么 就是再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里面来 就可以了 那怎么放 一 这个 把它做选取 复制 记得取消一下 因为如果没有取消的话 你点不过去 二的话 你如果要贴之前 记得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双引号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 到那个什么 附属用程式 或者你用Word 其实也可以 反正文字编辑机都可以 附属用程式里面 最简单的方法 用记事本 把它贴上 然后取代一下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编辑取代 好吗 OK 双引号一个变两个 取代完之后 再把这一串公式呢 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算号里面去就可以 不过因为这个公式非常冗长 所以很容易做错 不过你只要步骤不要做错 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你现在就可以执行的 只是执行出来的结果 会是每一个都会是15 有没有 这边都是15 所以呢 在第二步的话就是 把这个15改成i就可以了 这边15改成i 做法一样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 移到中间 把它加个i就可以 那不过呢 VBA里面 空白 这个end前后 一定要加空白 OK 然后这个15呢 你不用重做了 直接把这个双引号到双引号 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 贴上 一个 那后面好像还有一个 B15 这个贴上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之 所以再来的话 我就直接 再执行一下 这个把它说过来 OK 执行 你看到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跟这个 这个是 根本不一样 我这么说了 我这么说了 就算了 我这么说了